西元1894年的夏天 中日之间发生了甲午战争 这是历史上第一场以蒸汽为动力的 静怠化海战 这一场战争影响的不只是东亚的命运 世界各国也都走向了历史的拐点 甲午战争虽然胜负一地 但替代学者研究却发现许多谜团 像是满星的炮弹里面竟然充满泥沙 另外智元舰的管带 邓世昌带全船冲向敌舰迅国 其实并不是为了将对方撞沉 而是另有目的 还有水师提督丁汝昌 明明到最后一刻都不肯投降 甚至吞下鸦片自尽 最后却落得曝世超佳的下场 这场十个月之内就结束了战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请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发掘出的各种大炮炮弹和炮管 与当年北洋水师的装备高度一致 专家大致判断出 这艘船是中日甲午海战中沉没的 北洋水师战舰 西元2013年在辽宁丹东海域海底 发现了一艘沉船 直到两年后一直碎掉的此餐盘 才证实了这艘战舰的真实身份 就是由郑士昌指挥的志勇炮 令人吃惊的地方是 打捞上来的炮弹竟然充满泥沙 这难道就是甲午战败的关键点吗 双舰尼沙是平时做训练的 你连训练用的炮弹也算上去 然后你还是黑色的火药 不是向日本研发出来 是黄色的火药 考古人员还发现 船舰被大火烧过 船上到处都是凝结的碳粒 战舰内还有战士烧焦的遗骸 这一切都展示 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海战 是多么的惨烈和伪装 西元1884年清光绪十年 朝鲜王朝爆发了武力政变 以金玉军为首的开化党 为了夺取政权挟持朝鲜高宗 这时候谁也没想到 这个中国长久以来的凡属国 内部的动乱 竟然会引发一场 中日间的大海战 甲午战争发生的原因 是跟朝鲜这个国家 是有关联的 那朝鲜这个国家 那个时候有两个事件 有受到影响 第一个事件叫金玉军事件 1885年朝鲜开化党 发生了政变 然后当时开化党 就跟日本签计一个条约 叫千金条约 开化党政变仅仅过了三天 就被秦军驻朝将领 袁世凯平定 日本也趁机介入 要挟清朝签订天津条约 这时候已经可以看出 日本扩张领土侵略的野心 这个天津条约没有割地赔款 但是其中有一项要求 说将来朝鲜国如果有重大变乱事件 中日两国要派兵 要互相行文照会 这就让日本获得 随时向朝鲜派兵的特权 清朝本来只是朝鲜的宗族国 你想到这个条约签下去之后 给了日本的借口 可以在某些方面海战 或是陆上的军队 可以派兵的一个借口 机会之神没有让日本等太久 十年后又是朝鲜 两度爆发冬雪党农民起义 农民阶层受到来自贵族的 剥削与压迫 深刻体认到统治者的腐败 为了解决党下的困境 揭竿反抗 那清朝一开始是旁观中立 可是后来因为这个看到那个朝鲜 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事情 就同意带脚 所谓带脚就是带为征讨 要去征服这个平定这个东穴党之乱 你中堂命令我们 树派军舰护送陆军前往朝鲜人船 把我们签 标下听令 你带纪远号 广乙号 威远号三舰前去 后天一早出发 会和运陆军的高升号 和送军线的朝鲜号后 前往人船 遵命 战争的开端是身为朝鲜宗主国的清朝 租用英国商船 运兵前往朝鲜协助平乱 半路却杀出由东乡平巴郎带领的战舰 云以为注册英国机又是商船 敌军应该不敢轻举妄动 谁知道日方已经做好了 背水一战的万全准备 可是东乡平巴郎不管这个 他觉得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里面大部分都是 这个满清的这种兵员 后来他就下令 如果你不投降不下来的话 那我就炮轰 北洋军队其实是仓皇接触 那运完兵之后 没想到日本接级 日本本来就想干掉这个北洋舰队 所以日本是准备好了 准备军 是 三兵 离来 果然把他们炮轰 把高声号给击沉 就造成了大量的死伤 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呢 就是这个丰海战役的一个前哨 1894年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海军提督丁鲁昌率北洋舰队完成护送援军的任务后 准备返回旅盛 当时他们在黄海北部海域 压绿江口的大东沟与日本舰队遭遇 被杀得措手不及 可是第五舱北洋舰队 并没有想到这一点 看到日本舰队来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赶快命令大家生火 生火是一个烧窩炉的行为 表示他这个很缓慢的过程 表示清朝没有想到这一点 海战前大清有十艘军舰 日本有十二艘 所以整体来说双方式旗鼓相当 不过由于北洋舰队是从朝鲜运兵 所以舰队是以一字型排开 舰到野城一字型的日舰 立刻下令辩证改为尖锋型 来实施炮击 黄海战役里面是打得非常非常的激烈的 可是为何日本还可以打得赢 主要是中国的海军里面的弹道 这个枪炮弹药不够 而且不好 没有像日本是那么精良的 限标开炮 节省炮弹 大人 敌舰队现在正好侧悬全部保护 最容易命中 距离太远 再靠近些 加速 根据记载 其中一艘日本军舰被打中了三十几发炮弹 依旧屹立不摇 持续奋战 反观当年号称是东亚第一的北洋舰队 主力的铁甲舰节节败退 其他战舰更是遭到几成 全舰大火 你无法护灭 你还是离舰逼火吧 有战死的男人 还有投降的中国军人 地球们 把最后的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因为日本那个时候的炮弹里面 装的是黄色炸药 满清这边装的是黑色炸药 威力就不一样 你黑色炸药打过去的时候 满天都是火花 都是烟雾 你必须要再重新装填 你这个设计的时间就慢了 日本的船是最近十年才订购的新船 速度快 速射炮 时间间隔又快 所以当时北洋舰队 第一武昌的旗舰 病人号 一炮就中他的舰桥 上面有一个飞桥 就最上面那个观测的地方 第一武昌说中杀 但后来由刘步船接手来继续指挥 兵军们 紧紧趟躲闭 大枪死亡杀 每天什么都在那死 舰队就救给你了 由舰长刘步禅领军的旗舰定远号 是当时北洋舰队为二两艘铁甲舰中的其中之一 在黄海海战中遭到敌舰围攻 千军依法之计 邓士昌指挥的志远号主动前来迎敌 帮助定远号脱困 邓士昌是甲午海战里面 牺牲掉了一个英雄式的人物 为什么要说他是一个英雄式人物 因为他非常的爱国 然后他家是这个广东翻语人 他父亲是一个茶商 他的父亲很有眼光 从小就让他学英文 他的英文程度非常好 你好 你好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但再怎么解除也因为 这个北洋舰队里面 本身就有很明显的这种 闽南派 跟非闽南派的这种争执 所以他后来其实有点被排挤 士昌这个人确实是太个性了 总是独来独往 不一定他什么时候又蹦出来一个独特的行动 清朝末年各军队派系问题严重 即使邓士昌在闽南派中格格不入 但他一心报效国家 在马尾船阵学堂毕业后 几经战争历练 以优异的表现成为了志远号的管带 也就是舰长 作为一个军人 能做到不赌 不嫖 不吸鸦片 不自私 战场上不逃跑 在当今这个朝代 你就算是一个好军人 不要瞎牢记 郑日昌是黄海海战里面 唯有有两个被光绪皇帝称赞的将领 根据记录他是从来最前面 因为他常跟他底下的部署就讲说 我们的敌人就是日本 因为北洋舰队成立的时候 其实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要防范日本 我们有一天要跟敌人做战的时候 要为国家做牺牲 诸位 今日志远舰若有不测 士昌 事与敌舰通臣 事与敌舰通臣 早已经有了誓死如归的打算 但士昌在黄海海战中 战道弹药即将用完 依然临危不惧 鼓励全舰官兵致生死于渡外 下令全速冲向敌人主力战舰 吉野号 郑士昌在黄海海战率领自远号冲锋之势 一直存在着争议 有人说志远号冲撞的不是吉野号 而是浪速号 也有人说志远号根本就不是带船冲撞 而是发射鱼雷 那究竟事实是什么呢 这个疑问可以从2013年的 丹东港海底沉船打捞作业中得到答案 发现打捞出来的炮弹 炮管 弹头等武器弹药 就是甲武海战时的致远号弹药 专家在这次打捞中发现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志远号已经装上了鱼雷 由于当时鱼雷的发展还不够完善 根据规定只有在快发射时 鱼雷才能填装进鱼雷馆 也就是说邓士昌是想加大攻击力道 只可惜航速不够快 反被敌人击沉 那沉默以后 他的这些战友几乎就通通落海战死 他有机会可以逃生的 因为他养了一只狗 那只狗也掉到水里面去 还叼了救生圈给他 没有到邓士昌因为死意坚决啊 就把那个狗的那个头往前按 我们一起走吧 就等于说一狗一人就去国了 邓士昌在黄海战役中壮烈牺牲 光绪皇帝亲笔写下晚连 此日曼徽天下泪 有功族壮海军威 而在失去志远号后 幸亏还有两艘铁甲舰 所有日渐炮火都无法击穿 日军主帅只好下令撤退 战事战时告一段落 那这场海战双方击站五小时 那大清北洋舰队损失巡洋舰五招 那死伤官兵大约八百人 而日本联合舰队仅伤五艘 伤亡两百三十九人 那战后北洋舰队不敢主动出击 因此让日本达成控制 黄海治海拳的目的 日军控制黄海治海拳后 改为进攻辽东半岛 以陆战为主 攻势迅速猛烈 清军却视若无睹 大连湾履顺接连失守 十多年累积的防御攻势 日军仅花一天就拿下 北洋门户动开 北洋舰队只能退守 危海卫港内战局急转直下 当时北洋舰队经过黄海海战之后 李鸿章下令 就说你把舰队移到鬼海卫去 因为我放了很多炮台在附近 可以保存北洋舰队最后的使命 看 鬼子来了 日军趁胜追击 来到了甲午战争的第三阶段 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危海卫之战 北洋舰队为战先衰 铁甲舰阵远触跤 无法继续作战 加上兵力悬殊 没多久南邦炮台就被日军攻占 长驱直入危海未沉 当时的清朝将领 不知道该打还是该合 因为李鸿章的命令不明确 李鸿章想合 可是又不能不打 所以这一点给清朝将领 一个不知所措的机会 也正是如此 日本也趁先攻击了这个炮台 已经十天了 从延台到这儿 就是爬也该爬到了呀 军军们 现在外援无望 人心互动 咱们得做最后的打算了 那此时就只剩下丁鲁昌坐镇的刘宫岛 那刘宫岛因此成为孤岛 那当时日本舰队司令 还写信给丁鲁昌劝降哦 结果遭到丁鲁昌拒绝 法国总统投降后重建大业 再任同红 土耳其国军党都是 日军攻陷威海未成 北洋海军基地流宫岛成为孤岛 海军提督丁鲁昌 拒绝日方司令 移动有恒劝降 占到弹药用尽 管带刘宫岛下令 集成定远号 丁鲁昌相继吞鸦片殉国 日军顺利登陆刘宫岛 至此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丁鲁昌就一看大势已去 就本来不想投降 他底下有一个军官姓牛 就告诉丁鲁昌说 投降吧 最后的机会 就丁鲁昌四十步投降 吞鸦片自杀 白云砸毁 不能被利用 因为布下牛长炳 代为投降 让丁鲁昌留下骂名 战争结束的意外迅速 历时二十年打造的北洋舰队 犹如黄粱一梦 1895年四月 双方签订马关条约 影响的不只是中日两国的未来 世界列强的命运 也将因此改变 他们由了开始的下一步 变成了侵略全世界 变成轴心国的一个成员 所以甲午是一个关键点 是一个转捩点 中国是越来越走向衰弱 日本就是越来越壮大强大 因为他们有了第一个殖民地 北洋水师早在甲午战争开打的 二十年前就已经成立 满清派员前往当时世界上 海军最强的国家 英国留学 甚至还直接登上了皇家海军的战进实习 在硬体方面除了大小舰艇 也陆续向德国购买两艘铁甲舰 软硬体兼备 被称为是东亚第一海军 另一方面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 经济萧条 为了购买军舰 举国上下节省开支 天皇还得一天只吃一餐 甚至甲午战争开打到后来 他们自己也知道 日本的财力兵力已经是强弩之末 如果中国再不投降 日本就只能认输了 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中国却放弃了即将到手的胜利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北洋水师舰队曾经拥有东亚第一的威名 却因为慈禧挪用军费盖乙和园 甲午战争又适逢他六十大寿 不想打仗省得晦气 造成清朝战败 真的是这样吗 书里中日两国对战前的军备变化 就知道这个说法是否确实 按照你刚才的解释 早已是超过优秀了 是的 卷脱中唐大人的栽培 时光倒转二十年 西元一八七四年 发生在恒春半岛的牡丹社事件 让中国惊绝海对面的日本 未来将会是巨大的威胁 于是积极筹备新式海军 分别向英国德国订购军舰 北洋军队建立以后 满清的这个在海军上面的势力 是凌驾日本的 是超过日本的 可以讲那时候东亚第一 因为全世界排名来讲 当时的清朝的海军的兵力 可以讲就是世界排名第九 另一方面 日本明治维新后经济萧条 以天皇为首的统治阶层 决定对外寻找新的出路 以解决内政问题 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 首先攻占台湾 吞并朝鲜 再来进军满盟 最后灭亡中国 为什么日本一定会去发动甲午战争 就算不是甲午年 它也会在其他年发动 它一定会发动 因为那个时候的宰相 伊藤伯文 他面临了很多的内政的压力 然后他们国家 又不是很富有的国家 又贫穷 西元1886年 游水师提督丁汝昌 率领中国最引以为傲的铁甲舰 前往日本长期进行检修 并展开亲善访问 没想到却在当地发生了暴力冲突 种下日本民间反清的种子 那长期事件发生以后呢 后来朗威里就跟这个丁吴昌讲说 你要迫使日本人 把他们的海军实力打垮 就趁现在 就是用武力去恫吓 但日本那时候打不赢中国的海军 那是你们西方人的观点 我们是中国 必须要等兵军们的命令 所以你们中国 总是在枪权和暴力面前指挥 长期事件也更加警醒日本 想要向外扩张 海军是重中之重 展开了十年扩军计划 日本的十年扩军大计 是从1890年起 当时日本政府规定 每年以百分之六十的国家 才是收入来扩军 而1893年起 明治天皇更是每年 从公平经费中 窝出三十万元 再从文武百官的薪水中 抽出十分之一 来补充造船费用 那天皇先生下令 我一听只吃一餐饭 省钱缩衣结识 就为了买最新的战舰 像吉野号自将来的 所以在1888年 北洋舰队成立的时候 那时候是东亚第一的 可是到1894年的时候 为什么会被日本打垮 因为这六年当中 其实世界的海军 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贵国购买的那两艘船 我们早就了解过了 很想听听您的见解 日本上下一心赌上未来的命运 以中国为目标 称得上是背水一战 在黄海海战爆发后 全世界都在关注 史上第一场以蒸汽为动力的 静代化海战 到底鹿死谁手 夹舞海战一个重要的关键 在于炮弹是否能精准打中敌人 因此除了通过目测来测距之外 就是透过测距仪来测量目标距离 日本人打过去的炮 它杀伤力很强 几乎就是可以把你给击沉 然后燃烧 然后没有产生什么样的火花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还可以再继续打 战士一开打才知道 原来这本海军已飞无暇阿蒙 除了威力惊人的下赖火药 还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炮弹定位系统 而北洋舰队呢 还在靠望远近 就连舰队的排水量也大幅落后 所谓的东亚第一已经成为历史 那当时北洋舰队确实经费不足 那不足情况底下 当然用泥沙 十星弹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那不能说他们真的没有什么战力 这个炮弹再次看到它的时候 抱着它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一个感觉 当时这一颗炮弹如果打出去了 炸开的话 冷多好 甲午战争后 这些缴获的卫爆弹被带回日本 日本军人把他们看作上舱的庇佑 现在看来武器不如人 打败仗似乎理所当然 但当时日本其实已经是强弩之末 除了战舰几乎一无所有 如果蜻蜓能够坚持下去 是否离胜利不远 当时日本经过十个月的战争 资源消耗过大 那冰人枯竭 一是强弩之末 还能继续撑多久 连日本人自己也都不乐观 试想如果甲午海战继续打下去 战场移到内陆 日本兵力将会捉襟见肘 甚至连在前线作战的日军 病死的都比战死的还要多 到了实际作战之时 后勤伏几经常跟不上 军队行进的速度 对日本步兵只能靠随身 攜带的两天份口粮为生 这种口粮是用金米 食盐跟咸煤干制成 看起来像是日本国旗 被称为日之晚便当 日本士兵虽然有百米可以吃 却严重营养不均衡 尤其缺乏维生素B1 引发狡气病 还有环境不佳 死于霍乱的人数也持续攀升 而大清却有源源不绝的兵源补充 但即使在利多的情势下 反观中国的朝廷就能明白 这是一场注定不会胜利的战争 这是李鸿章的一个看法 就是人家是日本是请全国之力 来打我一个怀军的力量 我只有一个人在打仗 我旁边没有人来帮我的 别人都在扯我的后悔 不错 挺好的 这仪仰太和 还挺激烈 就叫仪和园吧 在这场中日甲午海战中 另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慈禧太后 但学者研究却发现 他可能成了戴罪羔羊 问题就出在光绪皇帝的身父 纯亲王易轩身上 纯亲王为了讨好慈禧 加速修建颐和园 但这需要大笔的经费 钱从哪里来呢 但实际上如果去 检视这段过程来说 海军的军费 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没有一个部门 去做一个比较完善的 去规划 你到底说它用到哪里去 那笔钱其实是说不准的 老佛爷 如今海军买几条船 也需要几百万的银子 这原子一定在修的 而军舰多几条少几条 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易轩以海军衙门的名义 临时募款和卖官 筹到了两百六十万两 这笔钱和北洋舰队的 经费不同 却都经由海军衙门处理 只是易轩也不敢 动用这笔巨款 只能存在外国银行 把利息拿出来花用 后来还是慈禧 看到了这个情况 知道李鸿章作战 毕竟还是要经费的 拿出了本金去打这个战争 要想保住大清的海上优势 仍需不断地增添新的建筑 臣恳请圣上恩准 在全国各省募集海防军费 专门用于海军建设 海军衙门的经费里面呢 并没有算在海军的军费里面 就是你去采购啊 做什么 那费用里面 它其实是没有的 有点就是说 粉末导致 然后去拿这东西去栽赃到 慈禧太后的一个头上来 事实上在战争爆发后 慈禧还曾经下令 把这笔本金拿去买军火 甲午战败 慈禧固然有许多问题 但单就此事而言 说他误国 未免有些不公允 那真正甲午战败失败的原因 那太多了 不管是在软硬体上面 都跟不上时代 国家到了这个地步 再不变革 就只有死路了 大家都说满清末年的腐败 慈禧太后要补最大的责任 就连甲午战争 也是因为她想好好的过生日 才选择和谈 真的是这样吗 请继续锁地 现代启示录 欢迎回来 有人说慈禧太后为了过生日 盖颐和园享乐 把本来应该属于 北洋水市的经费 全都拿去盖园子了 还有人说 李鸿章也必须为甲午战败负责 因为他两度被英国欺骗 花钱买了没用的炮体 更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 提拔太平军出身的丁汝昌 为水师提督 问题是他根本不懂海军 但仔细研究之后会发现 这些说法其实都是 有心人士刻意陷害 那么甲午战败 最大的战犯到底是谁呢 请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7月1894年11月7日 日军攻占大连湾 这一天也是慈禧太后60岁生日 这位大清朝实际的掌权者 每十年大寿就遇到战争 40岁日军青台牡丹社事件 50岁中法战争爆发 60大寿又遇到甲午战争 他实在是不想再打下去了 这又出什么事了 回了回话 听说日本人进攻山东了 这个日本人可真够讨厌的 连果哥寿都不安生 那不割地不赔款 你就不要投降啊 你就继续战啊 可是为什么慈禧太后不战呢 慈禧太后说这我生日 60岁生日 你们不能和平一点吗 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那个时代里面太错乱 然后满清也太腐败 北洋大臣李鸿张平一己之力 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打输了还得负责签订 隔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千夫所指说他得要付上最大的战败责任 但李鸿张从一开始就反对打仗 因为他明白北洋舰队没有钱 可惜光绪当时有一个老师 就是翁童和 翁童和当然有很多原因 就告诉光绪 这个战争必须要打 我们被欺负这么久就要打 启禧太后 李鸿张不服呀 李鸿张用我大清上千万种金属 炼海军买军舰到炮台 可是真到了国家有难之时 却赔款求和 天雷不容 所以中日交付战争在中日解读不同 在日本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奋斗史 满清这一边就把所有的责任 强压到李鸿张一个人的身上来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其实从建设北洋开始 李鸿张就可以说是鼓掌难鸣 当初大清朝廷决定每年拨四百万两 作为经费建设海军 英国籍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趁机推荐所谓的蚊子船 号称可以击穿任何铁甲舰 什么叫蚊子船呢 这艘船养蚊子 蚊子管的概念不是这样 它就像蚊子一样 吸了血 很快就可以吸人的血 蚊子船刚刚诞生 便引起各国海军的兴趣 但这种蚊子船只适合近海防御 不适合远洋作战 李鸿张根本不了解近代化海军 白白被英国骗去巨款 后来日本吞命琉球赫德又再次抓紧机会 推荐英国最新的撞击巡洋舰 优点是速度快 价格相对便宜 还暗藏肩固的撞脚结构 李鸿张又接受了 决定订购两艘 命名为超永号跟杨威号 但这两艘军舰回国之后 李鸿张却有些不满意 因为这两艘巡洋舰 并不能搭载他最想要的鱼雷艇 两次被骗的经验 让李鸿张对英国彻底失望 转向德国购买铁甲舰 和英国交手 唯一的收获是负责训练海军的狼威力 他自力完整训练严格 军舰中还流传着一句话 不怕丁军们就怕狼副将 我会让你们体会到 全部物质的感觉 你们会恨自己 怎么选了今天的道路 但是我肯定告诉你们 我保证 你们经受这个考验之后 再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狼威力这个人 他是英国皇家的海军的上校 他是校级军官 而且他是非常有经验的 所以那时候英国就派他 就是因为中国满清采购英国的武器 那你采购武器就要有一个训练 所以他是训练官 他就来到满清这边 我们去海里的龙 我们去海里的龙 我们不见亚本 我们不见亚本 我们去海里的龙 我们去海里的龙 狼威力严格的训练 对于北洋水师的成军 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但狼威力为何后来会愤然离职呢 请继续锁地 现代骑士路 欢迎回来 有些人认为如果狼威力没有因为撤旗事件而离职的话 那么甲午海战 北洋水师有可能就会取胜 然而甲午战败的原因除了缺少人才之外 军机大臣翁同和因为跟世仇李鸿章针锋相对 多年不拨款给北洋舰队导致军舰老旧火炮落后 以及炮弹威力不足等等问题发生 难道大清亡国的关键人物不是慈禧太后 而是翁童和妈 继续是我们的专题报道 这样优秀的外国教习和曾经流洋的管带刘布禅 应该观念相似 没想到却成为他带兵最大的阻碍 当年刘布禅虽然成绩不足 没有就读格林威治海军学校 却曾经到英国皇家海军见习 能受到丁汝昌信任 来 这才是真正的铁甲舰 咱们中国早晚有一天 也会有这样的军舰 那回国以后呢 他反而是在评价上里面 被评为是第一级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那个时候的满清的官场文化 是落伍的 反而优秀的学生被排挤到后面 这样的官场文化让刘布禅骄傲自满 加上满清末年的排洋情绪 刘布禅和狼威里成为了死对头 冲突发生在1890年初的香港 提督丁鲁昌下船后 刘布禅换上代表自己的总兵旗 却让狼威里大为不满 全世界海军有一个规矩 谁指挥就把七次降下来 让大家看到旗舰 旗舰上先谁指挥什么的 狼威里上校在大清国海军获得了副提督贤 职位名义上在提督丁汝昌一人之下 然而 北洋海军中 以刘布禅 林泰曾为首的一批福建籍留英军官 对这位洋教官不慎尊敬 丁武昌的旗是五色旗 然后总兵是三色旗 所以他就升起了三色旗 狼威里那时候还在剑上 他就说丁武昌是提督 我也是提督啊 丁武昌离开了 可是我没走啊 你为什么换上了代表总兵的三色旗 应该是要五色旗 这表示尊重 杨大人 恐怕这种事 就不该您过问了吧 什么 我是监队的指挥官 监队生死大事 不是我来关的吗 丁军们 刘军们 你那二位才是咱北洋舰队的老大吧 说起来各有各的道理 这时候李鸿章做了一个关键的错误决定 他选择支持自己人 所以他在1890年的时候 他就愤而辞职 李鸿章有没有未留 没有 你们就定了将程 却不去遵守他 失去了郎威里的盐额管理 北洋水师品质逐年下降 四年后的甲午战争 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因为他们不止没有人才 还没有钱 军机大臣翁同和虽然是主战 却不断前置北洋舰队 我已经向上奏请过多次了 但是翁同和正在忙着办皇上的婚事 和太后的大寿 均未雨离彩 翁同和其实跟李鸿章是有嫌隙的 他们两个人之间并不是我们想好好参加一亲 不是 这段多年前的私怨 来自于李鸿章 曾经检举过翁同和的兄长 他怀恨在心以私害功 导致于李鸿章以北洋 一余之力 博窝人全国之师 翁同和堪称甲午战争中最大战犯 是爱在中国人自己身上 宽敞内斗 军队腐败 各地方叛戏 拥兵自保 欠死无救 满清暮年政治腐败 即使是船间炮利 恐怕也很难战胜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观众朋友 一起上《现代启示录》的YouTube 订阅跟分享 我是张英佳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